小伙被科学家改造成了机器人 浑身上下都是各种小工具 一部美版的百变兴军 小帅是一名当地的警卫 他一直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警察 成奸除恶 守人爱戴 还能有漂亮的迷妹围着他转 但是这一切都只能在自己的梦里发生 咱们的女主小美是一名科学家 她和自己的教授老爸发明了智能机械脚 不但可以用思维控制脚的活动 还能用感情给脚提供动力 这项发明才刚刚问世 就被坏人们盯上了 这群人也不是等闲之辈 派出了好几辆遥控战车 不但抢走了实验设备 还杀害了教授 这小美是小帅心仪已久的女神 敢这么对自己心爱的小美 那小帅肯定是不能忍 转头就跑去追坏人 好不容易跟了上去 对方的车又喷了一地的油 这下可好 一个打滑小帅这边直接翻了车 对方见词打算趁他病咬他命 临走的时候还又补了一个炸弹 得亏小帅扶大命大保住了小命 但就看着绑得跟木乃伊一样 估计下半辈子也只能在床上躺着了 政府相当重视教授和小美的发明 于是第一时间 市长就赶来医院问小美 这该咋办 因为小帅是为了帮自己 才受了这么重的伤 于是小美告诉市长说 小帅是临床实验的最佳人选 实验计划马上就能完成 于是小帅的改造计划马上就开始了 又是扳手又是锤子的 一群人围着小帅那是一通稿 市长和警察看得也是一脸懵 没多久小帅就恢复正常醒了过来 虽然看起来和以前一样 但是现在的小帅已经成为了一个机器人 手上突然冒出了牙刷剪刀打火机 胶纸头还射了一个加强版的烟花 慌乱的小帅缠着一身电线 在医院里上窜下跳 小美见了小帅告诉他说 为了救你 我们只好把你的身体给改造了 等你过段时间适应了 就是新一代的机械战警 反派这边正在研究博士的设备 虽然造了个机器人出来 但是却连动都不会动 没过多久 小帅就适应了自己的身体 小美这边也给准备了一套战衣 还有一辆智能战车 靠着现在的能力 小帅不但成功当上了警察 还成了城里的风云人物 报纸的头版头条全都是他 但是过了几天他发现 上司却总让他做一些零碎的小活 这让小帅感到很苦恼 于是他去找了上司 说自己想要去调查博士被害的案件 可上司却说他跟个大玩具一样 不能参与这些重要案件 小帅这下气坏了 决定自己偷偷去调查 他找来了档案文件 发现其中一份现场证物上 印着字母SI 经过调查后发现 字母所代表的就是史氏工业集团 而反派头目就是集团老总坏博士 这时候的坏博士 已经彻底研发成功了机器人 最终版的机器人 长得和小帅一模一样 为了试一下机器人的能力 坏博士就派他出去搞破坏 坏小帅在街上伤人又放火 但是新闻报道的时候 却说这一切都是小帅干的 而此时真正的小帅潜入了敌方老巢 刚拿到智能机械腿准备要走 却又不小心触发了警报 于是他就被坏博士给抓住了 抓住小帅以后 坏博士先是来了拨嘲讽 还说自己研发的机器人才是最强的 然后就拔掉了小帅的能量晶片 一直不见小帅的踪迹 小美就靠着定位四处寻找 最后在垃圾场里 找到了变成废铁的小帅 心灰意冷的他 本想和小帅来个吻别 没想到这一吻却救活了小帅 原来小帅也可以靠情感提供能量 这一吻给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满血复活的小帅 立马去找了自己的山寨货 本来想好好收拾一下这个假货 结果对方一身大杀气 小帅跟他一比 还真就像个大玩具一样 幸亏最后让小帅找到了假货的弱点 脖子上的电源一关 这个假小帅就彻底完蛋了 但此时 坏博士绑架了小美 打算先溜至大吉 只要有小美在 就不怕造不出更强的机器人 追上去的小帅 还被挂在了直升机上 一起带上了天 小帅灵机一动 从手上射出了一支圆珠笔 左弹右弹打中了博士 小美趁机跳到了小帅身上 小帅头顶雨伞 两人一起从空中飘了下来 乘着降落伞追来的坏博士 被小帅的智能战车截了个正着 车内的机关困住了坏博士 警察也在此时赶来 成功实施了抓捕 小美和小帅 因为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最终走到了一起 心怀善良的小帅 也算是事业爱情双丰收了 这部21年前的电影 现在在看 还是让人觉得脑洞打开 也不知道像小帅这样的机器人 什么时候才能被研发出来 但是现在 咱们可以设想一下 假如你也要被改造成机器人了 你会想要拥有哪些能力呢 感谢观看